全身酸痛一邦邦就有人到国术馆瞧一下 只不过一名女子指控因为腰痛到国术馆却遭到骚扰 女子网络po文说18号在男友陪同下 到一间国术馆整腹希望可以舒缓疼痛 但她控诉才刚走进去 就听到柜台阿姨跟师傅说 今天来的是漂亮小姐 对方则回复又不是我家的 举礼貌当时她只是笑笑应对 而在聊天中师傅三番两次 说她头发很像扫把 甚至还伸手抓让她感受很不好 女子更爆料就在要结束疗程贴药部的环节 师傅直接拉下右侧裤子 让臀部裸露在外面 还跟柜台阿姨说这个可以伸双胞胎了 不论是言语还是动作都让女子觉得不舒服 她还说疗程后师傅完全不管她男友在旁边 不断伸手摸腰摸臀 对此当时国术馆出面澄清 我们可能就是自己去贴 但是一定是由师母来维护这个女众的利益 完全不存在任何有骚扰 或者是让女众不舒服的感觉 她说的话是只需乌有 国术馆强调全程都会有师母陪同 不会由师父独自进行疗审 因此考虑对女子提高 而卫生局也会到当事店家来查核 只不过国术馆师傅该怎么拿捏 才不会让顾客不舒服 就其他国术馆师傅说 一定会使用毛巾隔开 避免直接接触 这样子对双方比较有的保障 还不会说因为她觉得不舒服 搞不好只是我们一个不小 一个疏忽造成双方比较的误会 即使在同样状况 每个人主观感受大不相同 得要谨慎拿捏好跟顾客的距离 提议新闻 廖宗信师学料理看 陶渊采访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